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签这个 有很多人 他是马马虎虎 有些人臭火 但是一定要挑最好的 这个很重要 第二呢 你就要挑 他是为你做事情的 因为最好的 他把钱拿走了 你也没办法 所以人品也好的 他要为你服务的 因为我们投资他 他要关心我 要把我们的利益放在所位 然后呢 他能不贪心 不是一个人就是把这个 这个钱都赚了 大家一起赚 就要找到一个好的企业代头人 最后呢 我们讲了 就是要检查他的业绩 盈利能力 这个是 恒练的唯一标准 最后的标准 如果找到这个企业呢 你是 他要具备哪一些 比较关键的条件 才是一个好的企业 才值得用巴菲特 那一种方法去投资 对呀 巴菲特呢 他在做事情呢 非常有耐心 另外呢 他又是 就是说你 因为他那条件很好 因为他 谁都求他 他有丰富的资本 资金的吧 大家都是 他都是在人家 都缺乏 现金流的时候 自己纠结不过来的时候 他有大把钱 他就 他就有钱 这个 他是非常高明的一招 在金融上来 就需要这样一招 因为到那时候 人家是刚好去钱的时候 要救命的时候 要去血的时候 他 站出来了 并且这个时候 得到的回报是最好的 也是最高的 你怎么看待 中国目前的股市 我是 非常看好 这样一个市场 所以调整呢 就是机会 还有可能 创新高 这是 6124点 创新高呢 是肯定的 关键是时间就不定了 假比方说 要我拆啊 跟大家都一样 这个总是不算 所以 但是为了大家兴趣 我可以拆给你听 三年肯定是 对吧 没有问题 要三年才能够创新高 那是不是说 今年一弄以后 马上就新高 不会这样 就是在三年之内 应该是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创新高的可能 对 时间会不会提前 就是他这个 6000点 还是7000点 还是8000点 我们是跟着市场走的 对吧 当然了 如果有能力的话 就是有影响力的话 你就会引到市场走 引到市场 在这个过程之中 还有没有可能 3000点这个位置 创新低 这个可能性有的 但是呢 不大 对吧 肯定有的 但是 再次跌破3000点的 可能性不大了 不大 对 有没有一种 比较可靠的 其实呢 其实呢 你这个问题 很有意思 因为对于很多 学者时代的人 就是大多数中国人 他就是 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数据 back up 其实市场呢 它是大众行为 行为是没办法用数据去 表达的 你懂了 这不是一门科学 把它放下来的 这不是科学 对 它是个艺术 假如比方说 我的感觉 它就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 他的感觉就在这个地方 它就在这个地方 数字也没用 对不对 因为 大家的想法很重要 在判断里面 它是个艺术